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8月1号新的一个月份 欢迎大家又再回来我们的会员分享会 今天是星期一 首先呢如果有新朋友 麻烦你打一个1号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的话 非常欢迎你 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 方便的话打开camera好吗 我们好像在一个见面会这样了 所以呢今天的分享非常的 我会觉得蛮不错啦 因为其实这位 这位分享者私底下也跟我讲了 然后我觉得大家是应该要做到啦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成功八部 所以其实成功八部呢 是由我们的这个会长 Mr. Park 他所教给我们的 他讲说如果呢 你要在爱多美成功的话 一定要做到这八个步骤 如果少了哪一个呢 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然后我们的胜利 所以那今天也由我们非常成功的 玫瑰大师 我们的Mr. Jas Lim 来跟我们分享 他的这个成功八部 我们欢迎玫瑰大师Mr. Lim 谢谢J. Jas Lim OK 可以听到吗 好 谢谢J. Jas Lim 各位大家晚上好 你们好吗 我是J. Jas Lim 自我介绍 你可以叫我J. Jas 那么呢 我是也是来自双溪大年 我是爱多美的玫瑰大师 也是我们这里的Gurundsati Center的中信长 请多多指教 好 那么在我们开始 我们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成功八部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 这个我在网上看到的 他说如果你的工作呢 还是你的公司呢 出现以下的几个状况啊 那么呢 你就要考虑改变你的生活 还是改变你的工作了 那么到底是哪几个状况呢 第一就是老板或者是你的领导 不懂你的能力 有很多人他好像怀才不遇啊 他在公司 还是他在什么 自己的什么团队里面做的 倒是老板都看不到 所以呢 这个就是老板不懂你的能力 那第二个呢 就是工作的环境啊 有些人他的工作环境呢 就好像在那个宫廷里面啊 那个宫廷记这样啊 那个宫廷记是什么 那个皇帝啊 有几个老婆这样子 勾心斗脚啊 那么整天勾心斗脚呢 整天做工都是在提心吊胆 那么如果你有在这样的情况呢 那么你也要考虑考虑 要怎样改变 好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包公包婆啊 就是包山包海 包健身啊 人家说啊 就是啊 领一个人的薪水 但是做五个人的工作啊 啊 这个也是很 很头痛的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尤其是现在啊 公司为了节省他们的这个开支啊 所以呢 能能能能炒掉的员工炒掉 所以呢 啊 我们就一个人要做几份工作啊 啊 那么第 啊 接下来的就是呢 啊 有很多人呢 在做工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迷失了自己 为什么说迷失了自己呢 因为他不能够发挥 他自己的 那个长处 啊 他觉得呢 他在做一份工作 但是呢 不能够提升自己啊 所以呢 他的事业也不能够成长 啊 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呢 啊 还有一个就是 在公司没有价值啊 讲话呢 啊 就是 领导呢 都不相信你啊 啊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 每天 你 你去上班 还是 就算你做自己的生意也好 你都会说 我不想干了 我想辞职 我不想干了 啊 那么如果你有以上的这些状况呢 那么呢 你就要考虑考虑啊 要怎样来改变啊 那么各位啊 今天呢 我们啊 到目前啊 现在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状况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市场上呢 很多人都跟我说市场啊 经济不好啊 市场呢都不好啊 啊 啊 那么呢 如果在这样子的机会 其实呢 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找外快 然后以前呢 人家只是打一份工嘛 打一份工作有一份稳定的薪水 那么呢 他就可以过很好的日子啊 那么呢 这些呢 都是滑在输食圈啊 但是今天呢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滑在这个输食圈 为什么呢 因为钱不够用啊 对吗 大家都会觉得哎 钱不够用啊 那么钱不够用呢 我们有我们如果能够啊 提出一个新的这个赚钱的赚外快 赚这个付业 做付业的方式呢 我想我们很容易的会去推荐到 去宝宝到人啊 但是其实呢 关于这一点啊 啊 我们要知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啊 在爱多美呢 其实呢 他的挑战呢 不是在找人啊 啊 我相信各位很多 我们这里的领袖啊 啊 各位都是啊 从事爱多美的事业 有一段时间啊 所以刚才 几乎啊 问说谁是第一次来的 没有一个人吧 就是说 每一个都是老将 每一个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将 那么今天呢 不管你是做了一年 两年 三年 为什么你还没有成绩呢 啊 为什么你还没有成绩呢 其实呢 对我来讲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啊 有些人是说我的团队啊 做到一半团队好像是停去啊 没有新的人进来 啊 有些人讲 我的团队有很多新的人 但是呢 都是在那边睡觉 对吗 所以各位 其实呢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问题呢 啊 这个是很普通的啦 很普通的 啊 如果今天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大家一定要明白 一个词叫做裂变 什么是裂变 就是今天 我们做爱多美 不只是我们一个人在做 我们是要打造团队 我讲过很多次 我在很多很多的 我的分享会 我都有讲团队 对吗 爱多美是一个团队的生意 不可能我们一个人做2.5 啊 250万 左250万 右 对吗 除非你是超人 啊 那么超人呢 也是会很少 我们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呢 要怎样来做呢 其实要靠团队的力量 那么大家讲了团队团队 大家其实有明白嘛 团队就是说 你的下线 你的人呢 他也要回去做推广 他也要回去做分享 这样你有做推广 你有做分享 这样子你的团队才会裂变 什么是裂变 就是一个变三个 三个变九个 九个变 二十七个 二十七个变八十一个 那么在短短的时间呢 你的团队就会 你的人就会多 你的团队就会成长 那么今天 如果你说 你的会员 不跟你做推广 不跟你做分享 那么请问 你的团队会裂变吗 不会裂变的 那么你就一个人在那里 孤孤单单的在那里 经营你的 你的生意 你会做得很辛苦 很辛苦 对不对 大家同意吗 同意 大家同意 同意的 请打一个E给我好吗 我看到这里 没有超过十个人同意 那么其他不同意的人 是为什么呢 大家同意 好 大家同意好 谢谢 对 所以呢 其实呢 大家应该要记得 一个名词 叫做裂变 要牢牢的记在心里 当我们从事我们的 我们要来经营 今天 我是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做爱多美 所以呢 我们不要去说 不要去想 我做了一年 我做了两年 做了三年 为什么 JS讲 做了一两年 就可以上 师傅讲 一两年 就可以上 Sales Master 为什么 做了两年 三年 我还是没有成绩呢 其实呢 你的团队 没有成长 对吗 所以我们不管他 无论你做了几年 无论什么 你都不要管他 今天我们可以 重新出发 记得这个裂变 记得没有推广 没有分 就没有分享 没有分享 就不会裂变 那么 怎样给你的团队 给你的团队 有裂变 怎样给你的下线 跟来分享呢 心甘情义的来分享呢 其实呢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要帮他建立梦想 梦想是从哪里开始 就从动机开始 什么是动机 动机呢 就是他的痛处 他的危机 所以记得 如果一句话 很多 我时常听到 我还很同意的 就是说 如果你的梦想越大 你的目标呢 才会更明确 那么成功是什么 明确的目标 明确的目标 我们才能够成功 所以 今天我想请问大家 你们有梦想吗 有没有梦想啊 大家有 有梦想 我 share我的screen一下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讲 成功发布的第一个 就是梦想 那么大家有没有梦想啊 大家都应该有梦想 无论你从事什么 你做什么 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你满意你现在的生活吗 如果 随于满意的话 那么呢 从在 接下来的两三年呢 你一定会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满 我们不能够满意现状 为什么不能满足现状 今天 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 过了几年 我们的年纪大了 我们的孩子也会长大 对吗 我们的孩子也会长大 那么呢 我们的这些花费啊 都会增加吗 如果你现在满意 你是满意今天的 如果你没有做规划 接下来的两三年 三五年 十年 你没做规划的话 那么你将来呢 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为什么 时常听到人家说的是 什么 我们应该要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太安乐了 就是会有一个危机 所以人无远利 必有近忧 这句话 大家记得 所以大家必须要有一个痛处 一个动机 对吗 所以如果你的会员 你的伙伴们 他没有一个动机 你说他会去跟你分享吗 他会来分享 爱多美的事业吗 他会去跟他 他遇到朋友 他会去开口讲吗 他不会讲的 对不对 他没有一个动机吗 他只是买 是因为你跟他说 你跟他介绍产品 他只是买产品 他没有一个动机 那么没有一个动机 他怎样的来分享呢 怎样的来推广呢 所以记得 一定要有梦想 如果你的伙伴 来经营爱多美的话呢 你也要帮助他 经营他的梦想 建立他的梦想 那么梦想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梦想之后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目标 所以那今天呢 我会建议说 如果大家 如果你有目标的话呢 你有梦想的话呢 你可以用我们爱多美的这本 这本就是我们的 生活规划书 生活规划书 就是我们所谓的小蓝书 大家看到吗 看到吗 看不到 这本小蓝书 里面呢 有八样事情 是我们应该要写下来的 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规划 那么这里呢 我就不细细的讲 因为我们要讲的是成功发布 但是建立梦想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要写出来的就是 如果今天 我的梦想是 三年后我想买一辆豪华的房车 比如说 我想买一辆豪华的车 那么呢 有几样东西 你必须要写在你的目标里面 第一呢 就是它的价值 这辆车是多少钱的 然后可以的话呢 你把 你把这辆车的照片呢 跟它 打印出来 放在你每天 早上能够看到的地方 为什么呢 这个就叫视觉化 当你每天看到呢 就是 每天 就是它在 remind你 就是它在 跟你讲 你的目标是这个 每天早上你醒来 你看到 哎 我的目标 它这个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在我们的潜移识里面 那么呢 除了价值之外呢 你还要写在那边时间 我要几时 几年几月 两年后的几月几号 我要买这辆车 所以大家不要想 我要买一辆两百三百千的车 现在我连一个什么都不是 我在爱多美 连那个对碰奖金都很少 你不要想这么多 你先把你的梦想写下来 要建立你的梦想 那么梦想呢 越大了 你的目标越大了 那么你才能够成功的 那么很多人都说 今天我要车 我要屋子 我要房子 我要等等等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爱多美 能够帮你实现 但是呢 在爱多美呢 第一个目标 你一定要写出来 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就是成为销售大使 成为Sales Master 明白吗 如果你不 如果你说 哎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但是你只是嘴巴说罢了 叫你讲 你几时能够成为销售大使 我还不能啦 我的人还少啦 我的对碰没有啦 我的这个那个啦 其实你是在找借口 所以呢 如果你写下来的话 你的目标明确的话 你就用这个来做你的 要赶赶的讲 要赶赶的发梦 各位我们要赶赶 所以我会发现到 其实呢 我们团队里面 很多团队里面 就是没有这种赶 赶发梦 赶想赶做的人 那么你不赶的话 你能够成功吗 你能够成功吗 你不能成功 如果你不敢想的话 成功法则是什么 成功法则是你要敢想 你要整天能够看到 就是他会印在你的脑海里 然后呢 这个就是你的 消灭为生 就是你自己的激励 你自己 因为我们每天出去外面 大家知道做爱多美都不容易 我们做人的生意 会遇到很多很多原因 因为人际关系嘛 很复杂的 对吗 所以呢 我们都会遇到很多负面的情绪 但是呢 只有你自己的这个 激励你自己 才能够让你继续的走下去 所以这里呢 我有一些tips tips就是惊要 惊要的就是 当你有了目标之后 你把你的大目标 拆分成小目标 比如说我在一年之内 我要成为销售大使 Sales Master 那么呢 我就把它撤开成小目标 什么小目标呢 就是 如果我今天 我讲我要做2.5 2.5 是不是会很难 我刚刚开始 对吗 可能我的伙伴都没有几个 所以我会觉得很难 对吗 你会觉得很难 但是没关系 你把它拆成小目标 要成为销售大使呢 第一步呢 你要做什么呢 你的小目标就是 你要成为Semi 成为Semi Sales Master 半自动型的销售大使 那么要成为Semi Sales Master 他是要5个对碰 5个对碰呢 你就把它再拆分出来 2个星期要5个对碰 所以呢 一个新人 你把它拆分出来 第一次呢 你要做到一个对碰 要做到一个对碰 2个星期一个 然后再接下来 2个星期2个 2个星期4个 慢慢的增加 那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把它拆分 当你把它拆分的小的目标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 要达到这个目标 不会很难的 以前你去想 2.5 2.5 倒不如你想 三百千 三百千 怎样来做 那么呢 还有一个重点呢 就是 你必须 不是你一个人做 你必须要找出 二三线的这个伙伴 一起出来 跟你一起打拼 记得 我们讲的 团队 团队 必须要有一群 跟你自同道合的伙伴 跟你一起来做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面的 所谓的建立梦想 那么第二 就是 决心 决心 你要用你想要的方式 要过你的生活 你要有就像下一个决心 很多人讲 我要我要 如果梦想呢 只停留在 你要没有行动的话 那就是白日梦 那就是梦想 所以你一定要有 想要的这个心 所以呢 我时常跟人家讲的 我会讲呢 讲的 直白一点 就是 一定要的心 你有没有一定要的心 所以一定要的心 跟我试试看呢 是不同的 试试看呢 就是讲 我试试看罢了 试试看 能做不能做 不能做就不用紧 但是一定要的心是 我无论如何 我都一定要的 我就拿一个 拿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故事来讲 就是这森林里面呢 有一只小老虎 跟一只小兔子 那么小老虎呢 因为他妈妈 整天会 猎食给他吃 所以他妈妈就跟 太宠 那只小老虎 他跟老虎说 你试试的去追 看那些小动物 你去打猎 打不到 不用紧 妈妈有食物给你 所以你尽量 跑就好了 但是那个兔子 兔妈妈 跟他的兔baby讲 如果你看到老虎 你要拼命的跑 如果你不跑的话 你就没命啊 对吗 所以呢 兔子遇到老虎 老虎怎样抓 老虎呢 就去追这个兔子 追了一阵子 他就放弃了 因为他只是试试看 第二次遇到的时候 尽量 第三次的时候 他就问这兔子 他说我不追你了 但是我一个问题 很奇怪 身为老虎呢 我其实我是比你更强壮嘛 但是为什么我会抓不到你呢 兔子就跟他说 道理就是这样 我妈妈跟我说 遇到你要跑 遇到老虎 遇到危险要跑 没有跑 我就没有命 我的奔跑是为了生命 那么你的奔跑是什么 是试试看 对吗 所以试试看跟一定要的心 看到吗 你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的心 下这个决心 一定要的心 就是说 你一定要 拼 拼尽你的权力 在一年里面 一年里面 不要去想其他的东西 不要去想其他 至少给自己一到两年的时间 不要去管什么 不要去管人家讲什么 也不要管你的团队怎样 最重要的一点 不要管有没有赚钱先 不要管有没有赚钱先 先来做 因为我们爱多美就好像我们开店一样 你开一间餐厅 restaurant 你今天开 然后你明天就可以赚钱吗 可能你要也是要等六个月到一年 对吗 所以你要有这种一定要的决心 然后呢 你才能够的去 要有这个正面的思考 正面的思考就是怎样呢 就是你不要去埋怨 一定要记得 你的成功是你自己负责 别人不会负责你的成功 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的会员 很多很多的会员 都输在这里 很多的会员会怎样说呢 今天 JS来sponsor我 对吗 所以呢 我就等着JS 他有叫我 我就走 他没有叫我进来meeting 我也不进来 他没有叫我去找人 我就不去找 要等着人家推 那么如果不成功呢 就怎样 埋怨咯 我的上限都没有给我人 我的上限都没有帮助我 对吗 所以记得你的成功 你是你自己负责 没有人能够帮你负责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些正面的思考 然后在你努力的奋斗中呢 你要做什么呢 要建立你自己的自信 建立你自己的自信 增强你自己的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爱多美呢 刚开始我们是没有工钱的啊 对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倍 如果你真正的要来做 Full Time也好 你至少你都要有一些收 要有一部 一个Saving啊 一笔钱来支撑你 至少一年的这个生活费啊 因为不容易啊 但是我们赚的是被动 是时候我们是看长眼的 所以这一点信心呢 很重要 那么呢 你还要参与所有的这个会议啊 为什么要参与所有的会议呢 因为我们不要给我们自己的心冷 对吗 很多人做做做 做到一半呢 不坚弃 为什么呢 因为他冷下来了 刚刚开始的时候啊 很热心 很有热度啊 对吗 所以 只有一个方法 能够让你 不会 冷下来 什么办法呢 这个办法就是 参与会议 参与我们的会议啊 这么多的会议 你一定要拿出你的时间来 我知道大家做 可能你是做Full Time的 你没有空但是你有空 你一定要拿出你的时间来参与会议 这个呢 才会给你的心啊 这个热度不会退下来 当你的 当你的热度一退下来 你的 你就慢下来了 当你一慢下来的时候呢 你的伙伴呢 很多伙伴就会跳车 为什么呢 他说 如果是 比如说JS 比如说我慢下来呢 我的伙伴就会看 JS已经慢下来了 我不相信他能够帮到我 他自己都不成功 我不相信我 在他的团队能够成功 对吗 所以当你慢下来 你的伙伴就会离开你 相信我 他们都会离开你 那么当你 你又在热起来的时候 你要做的时候 就会很辛苦 就会很辛苦 所以各位 千千万万不要 你的热度一定要保持住啊 你不能够冷下 你一冷下来呢 你的团队呢 就会很大很大的影响 那么呢 当你要重新开始的时候呢 你就要付出双倍的这个力量啊 来打造你的团队 那么这里呢 我的这个tips啊 tips就是金药啊 金药写下来啊 就是呢 要参与爱多美的所有会议 尽量的来参与 保持你的热度 尤其是我们的成功学院 跟我们的一日研讨会 那个很重要的公司的成功学院 一日研讨会 所以大家可以的话 尽量的来参与 好 那么第三 第三呢 就是列名单 来到这个环节了 列名单 这里呢 这个是公司的 公司的slide是说 你要列出名单 他是想250个人啊 那么呢 其实呢 根据我们 我们 Team Synergy呢 我们是说 如果你能够找100个人 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么这个100个人 要怎样找呢 很多人跟我说 JS啊 我没有 我没有人啊 我没有朋友啊 要怎样找100个人呢 你可以找 你可以在你的电话里面找 你的电话里面 通讯录啊 contact那边 我相信 我们的contact呢 都有超过100个人 你在那边写 把名单全部写下来 啊 那么呢 写下来呢 记得哈 千万千万 不要跟人家算命啊 哇 这个 这个亚马 年轻人 不能做的啦 这个谁 啊 我看 这个Jennifer 不能的啦 你一般人要算命做什么 对吗 要不要给他自己决定 不是你要跟他算命 对吗 那些哈 往往那些哈 你看他不能做的啊 往往他做的成绩更好 啊 就像我 本人也是这样哈 我也没有想到 我能够走到这样子 哈 因为我只是 我也是 啊 叫我做 做这样的 我也是 不喜欢做的 但是今天呢 我也能够做到这样子 哈 所以大家 不要跟人家算命 哈 那么呢 当你列了名单之后呢 你要用 你要有三个 啊 这个条件哈 你要把三个条件 写起来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 你的名单呢 有一个名单呢 就是说 跟你关系好的 亲朋好友 啊 跟你很 很friend的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跟你的关系很好的 啊 这种呢 我们就要先去找他们 因为这这些 啊 这个朋友跟这个亲戚啊 他时常 他认识你的 我们也是比较好的 啊 我们去跟他讲话呢 我们也没有这样多压力啦 哈 所以我们先去找 而且呢 他们都会 啊 支持我们啦 哈 这样会对于增加 我们的信心 是非常重要的 啊 当你去找人的时候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的第一步啊 一个新人啊 他去做推 他去做sponsor的时候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成功啊 sponsor到人啊 他也不 我们也不要 讲接下来的 怎样步骤 sponsor那边 如果你找了三个人 三个人都拒绝你 你都会冷下来 对吗 所以我们就先从 关系密切的开始 哈 那么第二 第二个名单呢 就是说 啊 住比较远的 还是不时常联系的朋友 或者是亲戚啊 啊 这个我们也可以开始啊 当然我们也是有一些技巧了 哈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你才认识的陌生人啊 还是啊 那些啊 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那些朋友啊 亲戚啊 这个就你放在名单这里 哈 那么呢 啊 啊 接下来呢 啊 列了名单之后呢 啊 我们要怎样做呢 你最重要的哈 这里的tips呢 就是 大家还记得哈 我们 二十八十法则嘛 二十八十法则呢 就是说 如果你找到一百个人 如果你有你要去 如果你能够跟一百个人分享 那么呢 根据二十八十的法则呢 有二十八千的会成功 就是说 一百个人里面有二十个人来参加 哈 那么在根据二十八十的法则呢 在二十个人里面呢 至少呢 有四个人是有心要来做的 哈 那就够了啊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左边要两个 右边要两个嘛 对吗 我们要四个 我们讲大将我们的伙伴 哈 所以只要有四个 我们好好的去经营培养 那么我们就可以 啊 团队就可以做到了 哈 那么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呢 当我们更新名单 哈 要不断的更新名单 哈 当我们更新名单的时候 哈 记得一点哈 那个名单呢 没有 reject的名单 reject就讲 哦 这个人 我讲过了 他不要了 所以你把它割掉 没有这样 不要割掉的哈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 你跟他讲 可能我们的技巧不好 可能我们讲的时候 刚好一道不对的时间 什么是不对的时间 啊 刚好他试炼了 他不要听 对吗 不是试炼了 很多了 还是刚好呢 他做了其他的生意啊 还是其他人骗了 怎样啊 他觉得很 很那个 很不爽了 所以你跟他讲 生意 他会怎样 听得尽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可能我们在 不对的时间 啊 跟不对的人 讲不对的话 所以呢 这些呢 可能我们的技巧不好 所以呢 我把它保留住 保留住 我们还会再跟他分享的 啊 所以其实呢 啊 我自己本身呢 也有这样的体验 啊 啊 两三年前 我们找的人呢 他不 他不来加入我们 但是今天呢 我们也成功了 找几个加入进来 哈 那么这些人呢 其实他加入的话呢 可能他会走得更远 啊 比如像我这样子 我是一年后才做的啊 我刚开始加入的时候 我还是不做啊 对吗 所以呢 我们的名单 记得哈 不要有那种 reject你的哈 不要 不要把它割掉 哈 OK 这个就是 列名单 好 那么呢 第四个 第四个呢 就是腰页 哦 腰页 啊 这个腰页呢 是很重要啊 哈 很多人哈 其实呢 这个就是 腰页这一部分啊 就是 最考功夫的 怎样讲 最考功夫呢 因为我们每 我们要 啊 一直重复的 做这个动作啊 重复的一直去腰页啊 对吗 所以呢 你要怎样腰页呢 每天你要至少腰页一个人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因为如果我们把一百个人哈 一百个人 我们分作四个月 那么一个月呢 至少我们要腰页 要跟二十五个人讲 那么呢 我们扣掉星期日的那个 那个假期哈 星期日你休息哈 所以你呢 一天呢 你要跟一个人讲 所以你一天 你要做一个腰页 所以你至少要打三到五个电话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大家 很多人做不到的是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坚持啊 你一直坚持 做同样的事情 是一件很难的事 明白吗 很难的事 但是呢 你一定要做到 所以呢 最好的话呢 你要每天 一定要自力的保持 你的这个数量 打电话的数量 然后第二点哈 最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讲腰页三不讲 腰页三不讲哈 你不要打电话 跟他讲 诶 我现在做一个啊 这个什么 什么东西啊 我们的保健品啊 护肤品啊 完蛋了 我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 在我还没有加入爱多美之前 也是有其他的朋友 叫找我进爱多美 他跟我邀约 当他一讲 日常用品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想什么 知道吗 又再是直销 又再要叫我买东西 所以呢 我讲不要不要不要 我就找了很多结果 把他推掉 所以记得腰页三不讲 不讲产品 不讲公司 也不讲营销计划 大家 记得哈 这一点很重要啊 所以很多人讲 我 我 我约不到人啊 我很难约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没有讲到这些 你如果你有讲到这些的话 那么呢 你约一百个人 九十九个都不会 跟你见面 有一个跟你见面 可能他是 同情你啦 对吗 但是呢 也不会有人要来 加入你的 所以记得哈 腰页三不讲 那么呢 第三个呢 就是 尽量在三分钟之内啊 三分 不要超过三分钟啊 不要超过三分钟呢 是你也不要等到三分钟 知道吗 你约好了时间地点就快点关掉了 不管他几秒钟啊 几分钟 总之快快的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 因为 当你做腰页的时候 如果你跟他谈话 谈得长的话呢 他就会再问你 到底你要跟我讲什么 你要约我出来喝咖啡 要讲什么 如果你一直跟他讲 讲话 他就会问你很多 所以呢 我们一般上呢 我们就是 你有空吗 我们明天见个面 我们出来喝咖啡 在哪里哪里 确定了时间 地点就关掉了 如果你没有 就算是没有很紧急 你也做到很紧急 对不起 我有一个incoming call 有电话进来了 所以我们就关掉了 所以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才谈 不要在 这个时候谈 就是在明天 见 当那个时候 他给你 他跟你见面的时候 他就跑不掉了 对吗 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跟他分享 那么如果你在 腰页的时候 你讲到这些呢 你不小心讲到呢 他就suspect了 所以他就跟你讲 没有空了 等下到时候 明天他就跟你讲 没有空了 所以腰页最重要 记得你要邀请的时候 记得这几点 这几点 真的会帮助到你的 那么呢 这里的 重点呢 的tips呢 是什么呢 这里的重点就是呢 坚持 坚持 再坚持 要有自力 要有规律的坚持 如果能够的话 你做一个time table 做一个时间表出来 做一个时间表 把你的列名单的那些人的 邀页了 放名字下去 所以你一天一天的你去找 你一天一天的去邀页 去跟人家见面 去做分享 这里呢 就好像我们煮水这样 所以我们不能够 今天我们找 明天我们不找 后天又找 要的话就整天去做 因为这好像煮水的这个定律 煮水的定律知道吗 好像我们要煮那个水 给它滚 给它飞 它要100度的嘛 煮到50度60度 你就关电了 它就冷下来 等下你又再开 等下你又再关 所以这个水 它永远不会飞的 你讲我煮了很多个小时吗 你煮了10分钟 要15分钟才滚的 10分钟你关掉了 然后你又再煮10分钟 又再关掉 所以加加起来 可能你煮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但是它永远不会滚的 因为它是要持续不断的 所以记得 坚持跟自力很重要 OK 到这里还好吗 OK吗 大家听得明白吗 我会不会讲太快 不会啊 好 那就好 来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讲 第三 第五的就是 做分享 这个呢 是公司的slide 做分享 就是说要介绍公司 介绍产品 介绍 分享市场计划 跟经营的理念 你看我们公司 我们还有讲经营的理念 那么呢 这个呢 是我们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所要讲的这些内容 但是呢 但是呢 记得 分享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重点呢 是在于 我们一定要 知道你的对象 要做一点功课 知道吗 要先知道你要分享的对象 他是喜欢听什么的 如果你的对象呢 是喜欢产品的 喜欢 半美美的 你不要跟他讲 这个生意什么 你可以用产品开始 最近我 我有一种产品 我用一种产品 你看我的脸极美 你看 对吗 你看我用了极好 就是慢慢的 提起他的兴趣 慢慢的把它拉进来 那么如果那个人呢 他是 保健的 他有健康问题 还是他很 很重视 那个健康的 你就跟他讲 我们的 讲我们的 这个保健品 你不要跟他讲生意 讲生意 可能他就没有兴趣了 一讲到生意 很多人就讲 哎呦 又在叫我做这个 做那个了 所以我们就要 从那里开始 当然我们也会讲 公司的背景 跟讲 市场计划 但是我们要从 他喜欢听的开始 这样呢 他才会引起 他的兴趣 如果你不兴趣 他的兴趣的话呢 你怎样讲呢 都讲不尽的 相信我 因为我也是 这样的人 当我刚刚开始 做爱多美的时候 我的推荐人 找我很多次 找我去听 我其实也去听 一些领导的 讲课 但是我听不尽的 因为我的 我的mindset 我的心 已经灌起来了 这个爱多美是 直销 这个爱多美是 做这个 做那个 我已经这样子了 我先入为主了 所以人家讲什么 我都不会听 所以记得 要讲 对方想听的 而不是你想讲的 所以有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一个惩罚 知道吗 我们惩罚我们的朋友 我们 遇到朋友 讲到一大堆 跟他要约了 但是那些都不是 他喜欢听的 那么你是在惩罚他 知道吗 所以呢 过了一次之后 下次你在约他的时候呢 他就会跟你说 没有空 你再打多几次 你在 他的连那个 你的微信 都会拉黑你 因为呢 你找不到方法 所以记得 当然我们是要讲 但是呢 不要一下子就讲到完 你一下子讲到完 人家也不会接受 最重要的是 打开他的心 从开始讲起 打开他的心 慢慢的讲 然后呢 还有一点呢 最重要的是 你要分享什么 分享你的故事啊 从你的故事开始啊 不要讲什么什么 分享你的故事开始 你看我用了这个产品呢 我要连几活啊 我以前的连粗粗的啊 可以拿来磨那个什么 磨那个木材的啊 好像沙子这样 现在我要连几活了 你看 这样子 你要讲 你用了产品 你的感受 你的经验 所以就从这里开始 知道吗 所以呢 讲故事 做自己的故事 用自己的故事开始 因为人家要听的是 你的故事 而不是听 这个产品啊 好像很多人 都是分享产品啊 就是拿产品来读啊 这个有什么什么什么 那些什么的啊 那些名词啊 都是没有听过的啊 讲到一些这样多的名词 有用吗 要讲效果啊 我用了怎样效果 效果最重要啊 第二点呢就是 你怎样来经营 Why Atomy 为什么你要做爱多美 然后你讲的话呢 讲了你 你为什么要来经营的时候呢 顺便讲一些 顺便给他一些危机意识 什么是危机意识 就是说 现在啊 很多生意都不好做啊 现在啊 分化膨胀啊 这些都是危机意识 那么你现在还OK吗 你的生意有受影响吗 问他 然后呢 让他讲 然后你才来讲 我们有这个 爱多美 我们是做网购的 你可以用五大油 是慢慢的带劲 先用这样子先来讲 所以呢 这个分享呢 最重要的是 随机应变知道吗 随机应变啊 你要 投其所好 看他喜欢什么 你就讲什么 所以不要一坐下去 就 讲 跟他沟通 问他一些问题 跟他问他一些问题 你要尽量的 挖他的这个 问题 然后呢 他要知道 他想要的什么 他喜欢什么 这样子 你才能够的去跟他讲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什么技巧呢 今天如果是我 去找我的朋友 如果我要问他家庭背景呢 我就先讲我的家庭背景 我的孩子 大学毕业了 一个啊 还有一个在读啊 两个啊 中学什么什么 那你的孩子 现在大学出来了吗 他就会讲他的孩子 对吗 那么我 我现在 我太太怎样怎样 现在他也会讲咯 我最近啊 我的脚啊 有一点痛啊 我的这个心盖啊 所以呢 我很少去跑步啊 但是我有 现在有慢慢吃 那个保健品啊 你的健康有问题吗 这个是一小小的技巧 你先讲你自己的问题 然后你再问他 他就会讲 因为人都是分享的嘛 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知道哈 这个分享哈 分享的这个 精彩啊 好 有 有问题吗 分享 OK 还有呢 最重要的哈 最重要的两个事情哈 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有五个 问题哈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 可以问你的上线哈 当我们分享五大优势 还是什么 我们会有一些问题 来问他啊 那些五个重要的问题 可以的话 你可以问他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会说 刚才我跟你分享的哈 有什么你认为是好的 啊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一到十分呢 你给要把 你给我打几分 啊 这些类似这样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 也是很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不能够 讲到完嘛 我们的啊 产品啊 可能我们的市场计划 这些可能没有讲到吗 对吗 所以跟他分享 他已经高兴 他已经好了 如果他已经加入会员 也不用紧 我们要跟他安排 下一次的见面 下一次的这个会面 好 一定要跟他做 下一次的appointment 啊 这样子呢 他 你 你把他签进来了 下一次呢 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 教他怎样去注册 去install我们的这个 apps 然后呢 还有呢 在教他这个app的时候呢 就趁机的 啊 叫 分享一些产品 趁机叫他买一些产品 啊 所以一定要有下一次的会议 如果可以的话 下一次 见了面 分享之后 可以下一次 可以下一次 啊 好 这个就是 啊 分享了 企业的分享了 啊 那么 接下来呢 啊 这个很重要 哈 这个第六的就是 follow up follow up 叫跟进 哈 好 啊 我们要要follow up 呢 要亲身的拜访啊 还能够拉近关系 增强我们的信心 哈 所以呢 啊 大家一定要 哈 在爱多美呢 你要成功的 最重要呢 就是70%以上啊 是靠follow up的 啊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很多很多人不会做 为什么不会做呢 你会经营爱多美不会经营呢 我只是看你的linex啊 看你的排线那边我就知道了 啊 大家可以回去打开你自己的web 然后linex那边你看一下 看看什么 看看你的伙伴们 很多都有自己买东西吗 还是全部都没有买东西的 啊 如果没有买东西的 就是你的follow up没有做够啊 这很多人很奇怪 他把人都带进来了 但是他不去做follow up 很奇怪啊 那么你不做follow up的话 你能够预测到 你你能够 啊 expect啊 啊 你的会员自己会买吗 你的会员自己会走吗 你生了那个baby哈 你没有教他 你放他在那边 他就自己成长吗 不能啊 所以follow up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 而且还有一点呢 就是记得哈 在48小时之内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黄金48小时 啊 所以很多人讲 哎呦 我的人啊 我叫他 他都不要来 不要什么啊 你要在48小时之内啊 做这个follow up 这样子你的成功率会很大 因为为什么呢 那个人他给你IC的时候啊 他给你register的时候啊 就是那个时候哈 他给你机会的时候啊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讲啊 他冲动的时候啊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今天我们去买东西也是啊 我们可能要买的啊 买那个手机啊 我们是不要买的 但是我们去到一个 一个商场啊 那个salesman 一直介绍介绍 哇你一时冲动 你就买了啊 所以其实呢 消费呢 有时候也是一时冲动 所以都一样啊 当他这个人 他一时冲动 他已经进会了之后呢 你要在48小时里面呢 跟进他 follow up他 给他了解更多 给他了解的更多一点啊 最最最最重要啊 连那个 那个我们的apps啊 我们的那个电话的apps啊 他要install 要要会install 要会进里面啊 会买不会买 不用紧 但是呢 至少他有看到 因为我发现我的很多 有一些下线啊 连怎样 连apps都没有啊 我是爱多美的会员 但是呢 你会买东西吗 要买 要怎样买 电话里面apps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啊 都不会上网啊 你讲这个能够做吗 那么你牵这样的人进来 是有用吗 是等于零的 知道吗 因为大家要记得啊 我们是 一个网上的购物平台啊 我们不是money game啊 money game 你牵人进来就好了 因为你牵一个人 你跟他拿100块 可能你有赚50块 但是我们爱多美 一分钱 牵一个人进来 一分钱都没有赚的 你还要辛辛苦苦的去 帮他register 还要帮他去 交那个form上去 做distributor什么的啊 但是你做了这么多东西呢 你没有教他怎样走 他是不会走的啊 所以呢 follow up啊 最重要的是 不只是follow up他这些罢了 最可以做的话啊 先叫他来参加会议先 ok你已经进我们的会员 恭喜你啊 我们星期一 我们有会员分享会 你进来听听一下啦 在zoom 如果他不要去zoom的话呢 我带你去我们的center 看看一下啊 这个center呢 就是你的center 以后你买东西啊 少过290块 就会send去center 所以你要去center 看看一下 带他去center 给他看看 sample一下 看看一下 啊 鼓励他来 鼓励他来参加会议 然后在center呢 当然我们会stand by 我们的这些领导啦 会用戒力啦 我们会叫我们的 上线stand by 跟介绍给他 很重要的 记得哈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会员 都介绍上来 介绍给你的上线 你的上线 我们认识 因为大家一起帮你 把这个生意搞起来 把这个团队做起来 不要单单靠你一个人 所以follow up呢 会员呢 要follow up到怎样呢 我们要follow up到怎样呢 follow up到他 能够自己进来会议 follow up到他 你去了那个中心两三次 他已经没有这么陌生 他也敢上去 如果你讲 你上去了 那个center啊 什么什么啊 你讲他会上去吗 他都没有上去过 所以你要带他了 你要陪伴他 带他上去 带他上去 然后呢 他才能够 变成细与为常 他才能够自己上去 所以记得 这个这里的金药呢 就是说 在会员呢 还没有学习 还没有用产品 还没有学习 怎样分享 还没有来进我们 会业的时候 你不要急着的 叫他去做分享 不要跟他讲 你进member了 你去找人 不要这样子 我们要的是 先 我们要带他 要先带他 就像我们的孩子 孩子如果 还没有独立 孩子还小 你就把他丢去 叫他去 自己找工作 自己去住 你说怎样 那个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把 每一个会员的都当做 好像我们自己的 baby这样 要慢慢的培养 要把他 教到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 就是我们的 系统 我们的教育系统 还有爱多美的 教育系统 然后呢 我们要介绍一些 新朋友给他 这个是你的班长 这个是你的谁谁谁 大家一起 努力的 做的 要教他 然后呢 怎样来学 他要跟一个人学 跟一个领导 还是跟谁学 学我们产品 学怎样来分享产品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 陪伴他出去 做分享 而不是你丢他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你可以去走了 你进member了 你可以去做了 所以很多会员呢 就是遇到问题 然后就跟你 拜拜了 所以记得 会员还没有成长之前 不要随便的放他 可以的话 我们陪他 陪到他成长 陪他成长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第七的 第七的步骤 是 辅导与聆听 这个最重要的是聆听 很多人 很多 很多领袖 很多伙伴 他对他下面的伙伴 没有这个耐心 他不想听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不想听问题 要听好消息 不听坏消息 是吗 所以不想听问题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 我们做什么东西 都一定会有问题的 今天你 你做爱多美也好 你不做爱多美也好 你也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对不对 今天你什么都不做 你也是会有问题的 你吃饭的问题啊 对吗 你要花钱的问题啊 都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时常跟人家讲 今天就算你不做爱多美 你去卖炉地扎奶啊 炉地扎奶快多钱的啊 你也是会有问题的啊 对吗 所以其实我们的责任是 怎样来 解决问题 那么解决问题呢 重要哈 今天你是新人 今天我是一个新的会员 你的心态一定要对 心态对的是什么呢 不要把问题 丢给你的上线 不要把问题丢给其他人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要跟你的伙伴一起面对 一起帮他解决 当你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就学到了 你学到我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以后呢 再出现这个问题 其他的伙伴出现这个问题呢 你就会去解决了 所以第一点呢 要静下心来听 要分析 一定要知道 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才能够对症下药 第二点呢 不要逃避问题 可能你不能够解决 但是呢 你可以借力 借上线的力 借朋友的力 借下线的力 借其他人的力 问题是 重点是 借力不是把问题丢给人 不是把问题丢给他们 我们是跟着他们一起来帮下线解决问题 所以呢 这个就是通过行动力 学习解决问题 这个叫做行动力 而不是讲 打一个电话 JS啊 我是你的下线 谁谁谁啊 我的伙伴有什么问题啊 你帮他 就关掉了 不是这样子 在行动力 学习解决问题啊 而不是把问题丢给你的上线 这个 这个重点呢 是在哪里呢 这个tip是在呢 爱多美 其实呢 所有的问题呢 都有答案 相信我 所有爱多美的问题啊 都有答案 我们 可能我们不会 可能我也不会 但是呢 我相信我们的师父 我们的上线呢 有经验的 他们都走过了 很多领导都走过这条路 他们都这样成功 他们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 问题是我们要怎样来 有没有这个心 所以呢 一定要有心来帮你的会员解决 当你帮你的伙伴解决之后呢 你的伙伴就会很尊重你 对吗 今天 JS令 我没有给我的伙伴 人没有给分数 那不重要 给不给人 给不给分数不重要 最重要呢 我可以帮他解决问题 你帮他解决问题 他就会很尊重你 他就会有 他就有那个信任 他就有那个信心 那么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做团队呢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跟信心 尊重跟信心 如果他对你有信心 那么呢 他会很高兴 他很尊重你 很高兴 那么你的团队 才能够走得更远啊 对不对 如果你的团队整天跟你 都够心 都讲 你讲一 他在想 为什么JS讲一 你为什么不可以做二 为什么不可以做三 他不信任你的话 那么你的团队会走得很辛苦 对吧 所以记得 古导与聆听的最重要的重点呢 就是要建造信心 跟尊重 好 那么接下来 最后一个 就是复制 成功发布的最后一个 就是复制 复制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一句话讲的就是 我们怎样做 我们就教我们的伙伴做同样的东西 当然啦 我们要做对的 刚开始呢 你一定要做对的东西 当你做对的呢 你的成绩看到了 你就把你怎样做的 教你的伙伴怎样做 这样子罢了 所以呢 根据一到七的步骤来做 有一个根据的 根据第一步什么 建立梦想 第二步什么 下定决心 第三呢 列明 他跟着这个步骤来做 不会错的 所以重点是在呢 一定要跟着系统啊 明白吗 你一定要跟着系统的 跟着我们 跟着我们的系统的 因为只有跟着系统呢 才能够改变三样东西 就是我们的思维 改变我们伙伴的思维 因为每一个人来 大家还记得 我刚才讲的嘛 人际关系啊 每一个人啊 都有不同的想法 都有不同的思维 对吗 不是每一个人来 如果很简单的话 今天很多人就已经发达了 如果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的话 如果每个人进来这里 都能够听话的话 能够听话照做 当然就没有问题 但是呢 今天大家都是人嘛 大家都是 我们都是普通 普通人都会有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价值观 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 改变过来 同样的思维 说爱多美 同样的思维 同样的看法 看法就是你的眼界 然后同样的 你才会有同样的态度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 心态呢 影响我们的看法 影响我们的眼界 我们的眼界影响我们的态度 那么我们的态度呢 才会让我们成功 态度很重要 今天大家讲 我要来做 我要来做 但是呢 你把爱多美这个事业当作是什么 你的态度怎样呢 很多人呢 把爱多美这个事业当作是一个sign income 就是讲 我有空的时候我做 我没有空我就停 因为是一个sign income 能够赚多钱我知道 但是呢 我对爱多美的态度呢 没有这样积极 因为我还是注重在 我的普通的收入 那么这样子呢 如果你的态度不对的话呢 你的成就就不会有 所以这个就是成功发布 爱多美的成功发布 爱多美的成功发布呢 其实呢 是给我们一个guide line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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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讲 一个这个guide line 怎样讲 OK 一个 一个 一个步骤 我们去跟 如果你能够跟着 这样子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的来做呢 那么呢 要坚持这样子 不断的来做呢 一年罢了 你会看到你的 生活一定会改变 你的收入一定会改变 好 那 今天就讲到这里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爱多美的成功发布 那么各位 我们人生 其实我们可以活得更精彩 相信我 相信爱多美 我们能够活得更精彩 只要我们好好的来经营 爱多美这个事业 我们好好的来经营 大家 一定要想好来 一定要做到 刚才我讲的最重要是什么 坚持 坚持很重要 坚持 所以呢 你看那些成功的人 都是这样坚持的 我知道坚持 很难 放弃很容易 放弃就是 不要做 很容易 很爽 对吗 但是你坚持呢 你每天做同样 很难 但是呢 你坚持 是会有 结果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 如果大的话 一切的问题 就是小问题 就不是问题 所以我希望 今天我 跟你们分享的 成功发布呢 会给你们带来一些 思考上的改变 也希望呢 能够帮到大家 在大家经营 我们爱多美的 事业的路上呢 能够帮到大家 最重要的是 你们一定要 学到的 要教 很多会员 你的伙伴没有来的 你要跟他们讲 要教他们 尤其是建立梦想 如果你没有 跟你的会员 建立梦想 就是你没有 卖个梦给他 他不会走的 记得 我们刚才讲 裂变 你没有卖个梦给他 他没有个梦想 他没有一个目标 他爽就做 他不爽就不做 对吗 好像牛 好像被我们牵住 牵着他 必须走 不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卖个梦想给他 所以这样子呢 大家 得这个 爱多美的生意呢 就会越做越轻松 你的团队 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裂变 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发问 谢谢我们的玫瑰大使 Mr. Lim 刚刚有一个问题 来自Mr. Hong 他讲说 约了会员 他约不上会员 去Center 所以他问说 要怎样 怎么办 约了会员 不去Center 我们有很多 有很多的方法 有很多的方法了 我们的那些马来伙伴 很多我看他们的做法 是怎样呢 他们是说 因为我们的中心 下面是一个 妈妈的咖啡店 他就跟他伙伴讲 我们在那边喝咖啡 那么喝了咖啡呢 楼上看看一下 就把他带来楼上了 因为很多人都这样 反正我已经来了嘛 所以如果呢 有时候啊 人家的那个心 心很重的 你跟他讲 气爱多美的Center 不要不要不要 他根本什么都不懂嘛 所以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呢 夜来Center 就是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啦 这个是一种啦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你陪我上去一下 好像有一个 前一阵子 有一个伙伴的打给我 他不是我的会员 但是也是一个伙伴 他跟我讲 JS很难叫人上去Center 你有什么方法呢 我是说 因为他是比较有年纪的嘛 那我就跟他讲咯 你跟他说啊 你陪我上来一下 我要来这里拿东西 那你陪我上来 我请你喝咖啡 所以呢 你也是会 也是可以的 有很多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如果可以的话 你先跟他分享 给他了解 给他了解 爱多美 然后呢 你带他上来 就会吃办公费 他会明白 原来我们是做这个 这个的 最重要的是 不要给他有那种 心啊 提防的心啊 我们可以说 喝咖啡啊 可以说上来一下啊 做做一下 这样子就好了 不要跟他讲太多 上来了我们才讲 OK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啊 大家都会了吗 大家都会了 那么接下来 现在是八月了 时间挂得很快 今天是八月一号 2022年呢 三分之二的 时间都已经过去了 还有另外三分之一 还有四个月 如果大家明白了 那么呢 还有四个月 你们可以拼一把吗 我们把我们的target 我们的目标定在12月 我要看到12月 你们这里有60多位 至少有一半的人 能够上销售大师吗 给自己一个挑战 给自己一个挑战 挑战 挑战 好 他没点完 OK 挑战一下自己 写一个target下来 挑战自己 好 如果没有什么的话 那么我们就 停在这里好吗 吉红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每个大师 Mr.Jesim的分享 也相信大家 听了要去时间 人家都讲说 知道不重要 要做到 OK 所以呢 今天也非常 谢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四个月后 搞空间 OK 拜拜